首先歡迎各位業界的先進還有各位夥伴來參加這場研討會 電動車的時代已經來臨,這不只是一場科技的革命 更是一場能源轉型的浪潮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抬頭 電動車發展的速度還有普及的速度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聊一個我才剛經歷的體驗 就是前兩個月剛暑假,然後跟幾個開電動車的朋友一起出去旅遊 大家在安排旅遊的時候,以前都是去游行看一下YouTuber 或者是過去Blog,大家在分享郵寄,或者是說看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景點 來去規劃一些行程 但是現在因為大家開始開電動車,大家也開始考慮電動車的需求 所以我都笑這些,不是笑啦,就是說開玩笑的跟他們說 你們這些開電動車的車主現在開始逐電而行 過去我們知道在大草原上有遊牧民族 他們是逐水草而居 現在這些電動車的車主開始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都會找找哪些景點有電動裝,那些變成是他們的目標 那變成找飯店、找遊樂園、有充電裝的場域變成是優先的考慮 那大家可以發現這些就是跟過去這些我們生活習慣有一些開始轉變的部分 那接下來進入正題,那今天我很榮幸來跟大家分享 台下電子在Megawa級的這個電動貨車充電方案上的領先技術 那講到環保,那現在最先驅的當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歐盟 那歐盟的一些脫炭政策,它制定了很多一些比較宏大的一些野心 它在2050年要達成碳中和 那甚至規定在2035年之後呢 這些歐盟的成員不得販售新的燃油車輛 那變成什麼,就是說我開始在路上的車輛 都充斥的大大小小,不管是乘用車或者是商用車 開始都電動化了,那變成我的這些充電的基礎設施 必須要非常的成為它最堅實的後盾 不然這項目標是沒辦法推行的 那回到這個歐盟的這個EUR7的標準 它要求這些污染碳發熱量要到環保七期 那比現在的環保六期再更嚴苛三分之一 那導致這些燃油車的這些車廠 快要放棄這個燃油車的開放 那轉向用力的去開發這些電動車 那也因為在這個排碳的這個組成裡面 它發現了這些商用的貨卡車 包含這些公用的這些運租交通工具巴士 它是一個在碳排量裡面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 所以它開始用力的去推廣這些電動貨卡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開始規定一些 一些比較敏感的一些區域 包含一些風景區或者是一些住宅區 高級住宅區 開始限制這個柴油車跟高碳排的這些車輛來進入 那也推動了電動貨卡的發行 那回到剛剛的一開始講的 就是說我要推動這個電動化交通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推動充電基礎建設的一個興建 那這也是歐盟這個脫炭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之一 好那剛剛講了那麼多 這個要有大量的這個電動貨卡的一些充電需求 除了說我要有很大的場域 很多的充電樁去準備這些高功率的充電方案以外 針對單個充電樁我也必須提升 那過去可能大家比較常見的一些小型的 我們所謂的AC慢充的一些Wordbox 為了要滿足這些大家過去開軟油車一直以來的生活習慣 我必須往直流快充的方向去前進 那尤其是這些電動貨卡 它的扭力要求大 拖載的這些貨物重量大 所以呢它的電池容量也是一般乘用車的四到五倍 那我要維持一樣的充電體驗 我勢必要讓我的充電樁的一些能力往上提升 讓它能夠維持一樣的這個充電體驗 那再來這些物流車輛有什麼特點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有線上購物 現在某某北北機要8小時到貨 全台24小時到貨 這些物流車輛能不能休息太久 能不能充電太久 不行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充電樁跟這些充電的體驗 能夠快速能夠提升它的營運效率 那並且搭上這個貨卡 要維持這樣子高的運轉里程的一些電池 更大的電池 我要來維持一樣的充電體驗 所以我必須要提供一個高功率的充電解決方案 那回到整個 我要建置這個高功率的充電站 我要幾個重點要關注 第一個是我要讓它提升這個充電的速率 以及周轉率我們叫駕動率 那並且呢 因應這個電動車未來持續的這個擴展的這個速度 我要減化它的擴充的難度 所以我關注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的充電速度能夠盡量的提升 那跟上這個電池發展的這個指標 然後來meet它 然後縮短它在空車在充電 idle的時間 那第二個 我這麼大的功率 每支槍都這麼大的功率 而且廠站的需求這麼大 我的電力需求是一個問題 那尤其最近可能8月的時候有一個新聞 現在我們北部 北部在電力公司你要申請5MW以上的這個用電 可能會需要更詳細的審查 或者是你要準備更多的這個資料 那其實這是一個指標 表示什麼電網的韌性跟電力的能力 在面臨這種不管是資料中心 或者是大功率的充電站 都是一個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問題 那我們台達在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要怎麼樣穩定這個電力的供應 並且呢避免影響這個運營的效果 那第三個就是 充電的那個電動車 畢竟現在剛剛在過渡期 慢慢的開始越來越多 可是大家 以投資的角度來看 我不太會在初期 就一下子投入大量的成本 去面對一個相對可能還不是很確定的事情 但是我保留了一個擴充的彈性在這邊 如何能夠在一開始 我用簡單的初期成本 把充電站給建立出來之後 然後未來我遇到真的是有大量發生的時候 減低這個擴充的難度 滿足未來的需求 這個是整個方案的一個關鍵之一 好 那我怎麼 這個 在 節省初期成本的狀態下 並且提供加重率 然後最大化去提升這個風值的充電速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有 左右兩張圖 那左邊這一張就是我們傳統的 一個充電站的一個 一個簡易的 我們叫動態負載分配 那左邊這個就是沒有動態 它就是很簡單粗暴的 直接把功率分為四段 那不管你有沒有車在充 你這台車的電量是滿還是空 我需要多大的電力 都不知道的狀態下 我就是簡單粗暴的一分為四 那所以就會看到畫面上 有一些車子它需求很大 但是它其實不夠它充 那這台車子目前它就是缺 缺50k瓦 那有些車子它其實它已經快充飽了 但是我預留給它的 功率分配太多了 變成這邊造成浪費 而且沒辦法分享給別人 那這個就造成 這台車充太慢 這台車又沒辦法把它 多餘的功率給分享出來 那就造成效率整個人不髒 那在右邊這邊 我們開始導入了一些 不管是在物理切換 在所謂的 我們會有在輸出這邊 導入一個高智能的 高級演算法的一個 所謂Contector Matrix 然後讓它在動態的時候 當車輛進來 或者沒有車輛在使用的時候 我能夠把準確的 把一些 多餘的功率分配給需要的人 那電量低的車輛 可以獲得滿足 它可以趕快充飽 趕快離開 那已經快要充飽了 我就把它多餘的功率 分給需要的人 導致整個的運轉 跟加動率都非常的好 那依照需求來充電 這是整個方案的特色 那接下來的話 剛剛提到高功率的話 我就會有 電力供應穩定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導入 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系統 並且搭配 來優化整個廠站的規劃 那左邊這邊一樣看到 我們其實也有太陽能跟儲能 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是儲能發電 綠色是太陽能發電 但是呢 這個沒有導入我們 很智慧化的一個管理系統 導致呢 當我一般 我的藍色線條是 我的試電來源 然後我的負載呢 就是它底下這些色塊 當我藍色 這個藍色的充電站的用電 忽然有一個高峰進來 或者是有一個 大量同時使用的狀態的時候 在這個試電的容量 得到一個 它變成缺乏的狀態 那所以 一般我們在7月容量 我都是拉在一個平均線上嘛 但是我為了那一個高峰 變成我7月容量不足 可能會 各國會有不同的法規 那台灣可能會有罰款的現象 甚至 這個罰款都很高 它都很 還不如你一開始就拉高7月容量 可是當我把7月容量 拉到最高的時候 我其他時間都用不到 那變成又是一個浪費 所以呢 如果導入台打的這個 智慧化的這個管理系統 我們會去限制它的這個 試電的7月容量設定在這邊 然後呢 有效的抑制 我忽然來的負載 不管是充電帳 或者是其他的設備用電 那 再搭配太陽能跟除能 在尖峰時段來放電 離峰時段來充電 所謂消風停鼓的一個效果 那我就可以合理化的去申請一個 相對合適的7月容量 然後幫業主來節省這些建制的費用 還有平常呢 用電的一些費用 好 那 剛剛提到我要 減少初級的建制成本 然後又要非常有效率的 來 建構我的這個充電樁 這時候 搭配太陽能發電系統 以及除能系統的直流偶核架構 就非常適合這種應用 那現在大家談到光沖廚的這些系統 直流偶核是相當熱門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也開始有很多客戶在接下這一段 那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傳統的交流偶核好了 傳統的交流偶核就是 我試煉進來 它是AC 那我透過一個 某種程度的電能轉換組合 它會提供一些DC給後面的充電裝給負載 可是我這時候要整合太陽能跟除能 大家知道太陽能跟除能 它是什麼樣性質 它是直流性質的 太陽能有正有負 電池當然也是有正有負 所以它是直流性質的東西 硬要整合進交流 那它就會有很多控制的環節 我要有inverter 我要有怎麼樣去搭配 我甚至有併網的管理會相對的複雜 那再搭配我後面的充電裝 去使用的時候 擴充上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交流要併在一起 其實大家如果稍微知道交流電的狀況 它交流電會有 是懸撥 我要整合我要同步 這些都會有比較複雜的一些控制環節在裡面 但是如果是上面的直流偶系統的話 我在試電一下來 我一開始我就先把這個 各個設備要整合的這個平台 我就設定為一個高壓直流的一個Busway 就是所謂揮流排 那我太陽冷跟除冷本來就是直流的性質 我只要配合上我的高壓直流母線 我要整合這些太陽冷除冷都是相對的簡單 那包含以後我要去擴充 我剛剛講到我們電動車越來越多 我充電裝慢慢的種下去 我這些充電裝的電源櫃 包含這些太陽冷除冷的設備的提升 我就可以很容易的透過直流偶的方式 來簡單擴充並且容易管理 而且大家都是直流 相對我馬上併上去 我就不需要去停機 我就不需要去做其他的準備 很容易的就可以把系統給架構起來 好 那謝謝大家那個剛剛的聆聽 我這邊做幾個總結 其實電動交通 從未來Megawa級的充電站的發展 大概回到這三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就是動態負載分配 動態負載分配 我就是讓它整個充電效率 跟降低成本把它做到這個方案 第二個是光儲整合的話 我就去穩定我的電網供應 確保電網能夠穩定的 讓我的營運可以繼續的穩定的輸出 再來呢保留靈活擴充的彈性 未來呢我要擴充充電站 或者是擴充太陽能 儲能包含充電樁 都會相對的容易簡單 好 那所以 未來我們 我相信我們共同努力 然後呢 建立一個更綠色 然後更智能的一個 充電的這個網路 那台塔這邊也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共創智能的綠生活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